这里是新疆的罗布泊 如今的罗布泊已经完全干涸 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 但是在2000多年前 罗布泊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 那时的罗布泊可以说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而注入罗布泊的孔雀河和塔里木河 在罗布泊的西岸形成了大片的绿洲 就是在这些绿洲当中孕育出了世界文明的楼兰古国 而楼兰古国又是当时中原王朝进入西域的第一站 在这里发生了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虽然楼兰王国在公元600年左右 就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但是人们对他却一直念念不忘 中国的诗人们用无数的诗句来表达 他们对楼兰以及西域的向往 正是他们让楼兰这个名字一直活在中国人的心中 那么楼兰古城到底在哪里 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 最终又是如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呢 1901年来自瑞典的探险家斯文赫定 带着他的探险队穿越罗布泊地区 一个偶然的机会 在他们的巷岛寻找丢失的铲子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一座不为人知的古城 斯文赫定和他的探险队在这个古城当中呢 发现了大量的珍贵的文物 并且确定这里就是历史上记载的楼兰古城 随后来自各个国家的探险队都慕名来到这里 他们都在这个古城里发现了大量的资料 以及用各种文字书写的文书 从此这个古城就以楼兰古城而命名 在考古学上它的代号是LA古城 那么这个LA古城到底是不是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楼兰古城呢 在中国的历史当中第一次正式记载楼兰古国 是因为张谦出使西域 在公元前139年到公元前126年之间呢 张谦代表当时的中国皇帝汉武帝出使西域 历尽千辛万苦呢最后去到了大肉之国 虽然没有完成和大肉之联盟对抗匈奴的任务呢 但是张谦带回了西域的第一手资料 其中楼兰古国呢就是张谦来到的第一个西域城市 当时的中原王朝呢称现在的新疆地区呢为西域 当然这个西域的面积要远远的大于现在的新疆自治区 当时的西域呢根据史书记载呢 分布着36国 当然也有历史记载有50国的 在所有的西域诸国当中呢 楼兰是最靠近中原王朝的一个国家 那么也就是说在张谦来到楼兰王国之前 楼兰王国应该是一个完全的西域国家 应该没有怎么受到来自中原王朝的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楼兰古城 也就是这个LA古城 在这里的种种迹象都保明 这是一个深受中原王朝影响的城市 这个城市的格局是一个四方形的格局 城市建筑受到了来自中原王朝的很大的影响 可以说是一种中西结合式的城市建筑 最重要的是呢在LA古城当中呢 并没有发现西汉时期的文物 也就是没有发现张谦时期 或者张谦来到西域之前的任何记载和任何文物 包括LA古城周围的墓葬呢 也都充满了来自中原的影响 所以人们不禁要问LA古城到底是不是历史上所记载的楼兰古城 那么如果不是楼兰古城到底在哪里呢 所以从1901年斯文赫定发现了所谓的楼兰古城之后呢 人们在这个区域呢发现了大量的古城遗迹 古墓的遗迹 还有就是当时的人们修建的水利设施 和曾经在这里耕种的田地的遗址 代号呢也从LA一直用到了LT 所以可以说楼兰地区的考古发现和考古遗址呢 是非常丰富的 在这里呢我想澄清两个概念 首先是楼兰地区 楼兰地区呢特指罗布泊西岸 这片广大的人类曾经活动的地区 因为楼兰古城呢 应该就是位于这个区域当中而得名 所以罗布泊以西的这几千平方公里的地区呢 都叫楼兰地区 而楼兰古国呢就只特指在张谦那个时代 所出使的楼兰国的首都 就是那个还没有受到来自中原文化影响的楼兰古国 所以在当今的考古界呢有一个目标 就是想要发现楼兰古国到底在哪里 如果不是LA古城 那么它是这些发现的城市当中的哪一个呢 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发现的遗迹呢 你会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 像孔雀河流域的这些遗迹呢 我可以理解因为这里有孔雀河 而且孔雀河的下游水量呢非常的大 可以在下游呢形成绿洲 从而提供人类生活的需要 但是在孔雀河的南部呢 分布着两个古代的城市带 而在这两个城市带的旁边呢 并没有河流的存在 那么当时的人们是怎么生存的呢 这里呢我们就需要来聊一聊塔里木盆地的母亲河 塔里木河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改道 在历史上呢 塔里木河曾经无数次的改道 尤其是塔里木河的下游 就是在张谦初始西域的这段时间呢 塔里木河曾经借到孔雀河而注入罗布泊 而在接下来的几百年时间呢 塔里木河不断的改道 在公元300到400年这段时间 也就是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呢 塔里木河曾经有一次巨大的改道 它抛弃了孔雀河 直接南下 在罗布泊西部呢 形成了两个巨大的湖泊 最终通过格拉河顺呢 注入罗布泊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啊 塔里木河在下游的变道和改道呢 十分的频繁 而且是逐步向南的一个过程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楼兰地区呢 形成了三条不同的城市遗迹代 他们都是在不同的时代 随着塔里木河的改道 人们所建设的不同的城市 那么至于塔里木河为什么经常改道或者变道呢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理和气候的问题 新疆最大的河流 塔里木河呢 曾经有九条支流 而且这九条支流规模都非常的巨大 刚才所说的西域三十六国中的绝大多数呢 都分布在这些河流周围 但是在现在真正能给塔里木河干流补给水源的河流呢 只剩下了三条 也就是说气候和自然条件的变化 对塔里木河地呢 有着巨大的影响 那么对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楼兰人呢 他们必须去面对这种自然条件的变化 不断的去适应它 而且对于两千年前的楼兰人来说呢 他们不仅仅要面对自然环境的挑战 同时还要面对的另外一个挑战呢 就是在这个区域两个最强大的国家 对它所施加的影响和压力 他们就是汉朝和匈奴 在西域这个地区 匈奴是一个传统的霸主 在张谦出使西域之前呢 西域的几乎所有国家呢 都是为匈奴马首是瞻 因为西域三十六国中呢 绝大多数都是小国 没有办法面对像匈奴 这样强大对手的挑战 楼兰也不例外 但是当汉武帝出现以后 这里的形势就发生了改变 通过张谦出使西域 汉朝呢意外的发现了一条 我们现在称之为丝绸之路的贸易线路 通过这条贸易线路呢 汉朝可以对西域诸国施加影响 那么从这时候开始呢 匈奴和汉朝对于楼兰地区的争夺 便正式展开了 那么根据历史的记载呢 作为一个小国 楼兰是不断地在匈奴和汉朝之间的摇摆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楼兰这个国家的名字呢 在中原成为了一个出尔反尔 或者不守信用的代名词 这个坏名声呢 就是因为楼兰对外的外交策略 就是谁强我就听谁的 那么使得当时的中原王朝呢 对楼兰这个国家呢 可以说恨的是咬牙切齿 但是又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当时的汉朝还没有能力 把自己的势力扩撑到西域这个地区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汉朝和匈奴之间的力量对比呢 产生了变化 随着汉武帝打通了河西走廊 并且最终建立了敦煌郡 汉朝终于来到了西域的大门口 并且随着丝绸之路 这条贸易线路的不断发展呢 汉朝对西域所施加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公元前77年的时候 当时的汉朝皇帝汉昭帝派大将 斩杀了当时的楼兰国国王 从此楼兰国被灭 楼兰作为一个国家正式的名称呢 从此消失 而善善国取代了楼兰国 成为了这个地区的新的主人 从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呢 善善国充满了中国的皇帝 对这个国家未来的美好期望 而当时善善国的第一任国王呢 也是一直在长安做质子的 楼兰国国王的长子 而这个新的国王呢 对大汉朝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感情 所以当他回到楼兰国的时候 或者说回到善善国的时候 他没有回到原来的楼兰的国都 而是选择了一个新的地方 建设了他的国都 而这个新的国都 从城市的布局到建筑的设计 都充满了中原王朝的特色 从此呢善善国的国都就正式取代了曾经的楼兰古国 那么我相信你也猜到了 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以及文献资料呢 斯文贺定当时在1901年所发现的这个LA古城 它并不是楼兰古国的首都 而LA古城呢 应该是已经受到中原文化影响 甚至就是由来自于中原的人建立的善善国的国度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LA古城所出土的很多的文物和资料呢 充满了中原特点 而不是西域风格 而这个LA古城呢 应该是楼兰古国已经更名为善善国以后所建立的都城 或者是城市的遗址 那么那个楼兰古国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如果分析在这个区域所发现的所有的考古遗迹呢 你会发现几乎在这里的所有城市的形状都是方形的 这些方形的城市呢 经过考古的鉴定的绝大多数都是由来自于中原王朝的人 或者说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人所建立的 那么传统的西域城市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考古学家发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圆形的城墙 而不是方形的城墙 而就在2017年的时候 人们发现了咸水泉古城 它位于孔雀河下游的北岸 它是一个圆形的城市 规模非常的巨大 而且根据建筑城墙的材料的碳十四鉴定呢 这个城墙是建于西汉时代 那么一个规模这么大的城市 又是建于西汉时代 而它又处于张千初始西域的必经之路上 这个咸水泉古城 极有可能就是人们所一直寻找的楼兰古城 那么从斯文克定开始 人们寻找了一百多年的楼兰古城 是不是已经被我们发现了呢 如果这里是曾经的楼兰古国 我们可以从现在所发现的所有的城市遗迹 看到一个规律 就是这些城市在不断的向南移动 之所以这些遗迹不断的向南移动 恰恰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塔里木河的不断的改道 以及整个塔里木盆地的气候变得更加干燥 在楼兰地区的南部 有一个地方呢 叫做米兰古堡 这里呢 是楼兰地区有记载以来最后一个大型的城市 这里也是善善国被灭国前最后的都城所在 在米兰古城的建筑材料当中呢 发现这座城市呢建筑于魏晋南北朝时代 最后的修缮呢 是在唐朝时期 而占领这里的最后一个政权呢 是在隋唐时代崛起的土国帝国 不过在那个时候 楼兰古国或者楼兰人 已经完全消失在历史的尘埃当中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 楼兰这个充满了西域情调的名字呢 在中国的诗词歌赋当中 永远被记录了下来 让我们后人再也无法忘记它 在唐朝时期从印度归来的玄奘法师 途经这里的时候 对这里的描述呢 已经是完全没有人烟 甚至没有生命的迹象 可以说在唐朝时呢 罗伯伯地区的干旱化 就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楼兰古国或者说善善国呢 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汉朝和匈奴的夹缝当中呢 顽强地生存了几百年的时间 但是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呢 他们也无计可施 最终消失在了罗伯伯的漫漫黄沙之中 所以我们人类时刻都要保持一颗 敬畏自然的心 努力地去适应环境 适当地改造自然 在说出人定圣天这四个字之前呢 最好先去看看 楼兰古国的故事 好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